2022年过去 2023年也不会平静 毕竟美国已经确定了未来10年要和中国硬杠 那么一定会在刚开始发疯 2023年不就是发力的一年吗 用一个词形容 虽然不准确 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新论出来三把火 第一把火 美国已经准备好 结果当下是待定的 即拜登前段时间高调宣布2022年美国GDP增速可能会超过中国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头一回 具体数据要等1月中旬 按照多方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速应该是2.7%至3.5%之间 美国应该是1.6%至2%左右 很多人会疑惑 美国为什么这么高调 一是为了彰显自己政绩 拜登天天和自己国家老百姓说要和中国竞争 然后再把此事一说 告诉民众美国赢了 二是拜登可能迷糊了 如果算明义GDP的话 美国的确应该增长不少 毕竟把通胀算在内 我们的确干不过美国 第二把火 已经有消息出来 美国今年提的印太经济框架在2023年要具体出来一些措施 这个是美国搞经济北约核心工具 对我们来说威胁并不大 主要是高科技方面 无论是拿进来还是走出去事会变得很多 第三把火 2023年有个问题可能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新手段 不逊色于对华为的压制 即美国准备搞TikTok 国会两党的人已经提案了 白宫里面也在讨论了 最极端的方式 美国打算强制字节卖了美国业务 说白了就是美国强制剥夺我们海外利益 根据彭博社的消息有好几个议员都建议这么干 如果说2023年美国要硬搞 我其实也不意外 不过最近有些美国二傻准备干两件事 我确实没太看懂 首先 美国政客提议除了贸易和科技以外 准备巧妙地让美元和中国脱钩 要么就是美元收割今年不顺利 他觉得美国印钞几万亿哪哪都弄到钱了 就是中国空手而归 要么就是他觉得没有了美元 我们贸易很难走远 话说我们本来就在人民币国计划 美国这是要成全的节奏 实际来说 美国有两个事情需要中国对美元有好感 其一 买美债 放眼世界这个接骨眼有钱的国家不多了 中国一定最符合美国期许 其二 无论是chips还是swift 中国一定是贡献美元支付份额的主力军 因为我们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其次 白宫和国会准备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推出不同形式的对外投资审查制度 说白了就是美国准备审查一下海外投资 凡是自己觉得不合适的就要想方设法弄回来 于是 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一种方案 如何尽可能的让美国的钱少流入中国 即如果一家银行要从中国撤出资金再投资到一个被认为是低风险市场的美国盟友 例如加拿大 它就有资格获得持续一年的税收减免 若该银行愿意将其资金从中国撤出投入风险较高的市场 那么它将有资格享受十年的税收减免 明摆着要往大了闹呀 连这种手段也能想出来 难怪有人说美国的政客有的确实惊得要死 不是一般的贼 也有的不是一般的傻 能力没什么会忽悠老百姓就能当议员 甚至当市长 州长 不过 无论是美元脱钩还是华尔街撤资那是没可能的 出于制度因素 美企不可能听政府的 尤其是他们认为那些政客是个愣头青的话 放眼世界 华尔街的资本到处都是 美国政客对着干就是找死 因此大概绿过过嘴隐骗骗美国自己人 试想 就是俄罗斯今年干了美国认为出格的事 华尔街不照样该捞钱还捞钱吗 何况中国市场不是一般国家能比拟的 当然几十年来 中美经济已经深度融合 要是硬搞美国不是一般的难受 他们知道后果 尽管如此 防人之心不可无 听起来是竞争 实际上就是对付你 我们对美国也不能保有什么幻想 把自己的内功搞扎实 才是王道 遭中国反制后 美国喊话中方恢复对话 中国国防部必须拿出诚意 今年以来 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交锋 尤其是在佩洛西无视中方警告篡台之后 作为对佩洛西窜台的反击 解放军先是在八月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岛军演 用实际行动震慑了岛内台独以及外部势力 此外 中方还暂停或取消中美之间的八项合作 至今已经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美方的态度是极不可耐 日前 美国防部助理防长帮伴在参加活动时喊话中国 称中方暂停中美军事对话机制 不利于两军及时沟通消除疑虑降低误判 对此中方国防部也在今天做出了回应 发言人谭克菲表示 若是美方真心希望两国恢复对话与交流 那么就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展现自己的诚意 为中美两军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涉台问题是中方坚决不能触碰的红线 但是美方却一次次地挑战中方底线 所以中美之间暂停了相关对话 完全就是美方就由自取 也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明显是美国有错在先 佩洛西不顾中方警告 执意窜访台湾 与岛内台独分子进行勾结 恶意挑起台海冲突 所以中方才会取消对话 自从中方反制美国之后 美方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方重启对话 例如美方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曾两次喊话 称两国之间需要沟通和合作 之后拜登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亲自喊话 呼吁恢复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 除此之外 拜登在G20峰会期间 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会晤时再次做出了重要承诺 称不支持台独 不寻求与中方爆发新冷战等等 结果美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言而无信的国家 中方也不会对美国抱有任何希望 正如上周王毅外长在与布林肯的通话中提到 美方不要一边与中国谈合作 另一边却背后捅刀 就在最近 拜登刚刚签署了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在总经费8579亿美元当中 美方计划对台提供超过100亿美元的军援 此外还有60亿美元将会用来在欧洲遏制俄方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 如今美国已经正式对中方摊牌 干涉台海问题也成为美方企图遏制中国主要手段 很明显现在美方是想将所谓的乌克兰模式在台海问题上顾忌重施 但是美国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也低估了中方的实力 如今美国国内正面临着高通货膨胀率以及高债务的情况 而且中方也一直在抛售美债 据统计在9月与10月中方已经连续抛售美债622亿美元 但是美方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选择在军费上下血本 说明美方为了维护自己霸权地位已经是不顾一切 但也从侧面证明美方现在对于中国已经无计可施 但是中国也不会对于美国的挑衅视而不见 就在拜登签署涉台法案之后 解放军立刻派出了71架军机以及7艘军舰 在台海周边进行演习 用行动震慑美台勾结 如今中国军事力量正在突飞猛进 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一步步缩小 前几天辽宁舰带着三艘055大区的共11艘军舰进入西泰进行演练 11艘舰艇总共垂发数量就达到了496个以上 中方海军的实力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对付美国这种国家 就必须用美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反击 中方一直是追求和平共处 但是美方一次次地挑衅中国 中美关系也很难缓和 因此中国只有比美国更加强硬 美方才有可能去改变态度 但是若是美方依旧没有认识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那么中美对话根本就没有恢复的必要 正如坦克菲发言人所说 如果美方希望恢复对话 就应该拿出自己的诚意 否则美方就是在痴心妄想